9.非常短 9.测发区 发际剪短 首先要以约一根手指的长度修剪出一个线条 第二发术 约提升80度将其剪出长短不齐的效果 第三发术 为了令剪切出的线条彰显出柔和感 应纵向插住剪刀修剪出长短不齐的效果 第四发术 同样还是将发术慢慢地边提升边进行修剪 提升的时候要考虑最终要剪裁出的发型轮廓 以控制能体现出重量感的位置 第五发术 提升至头顶高度 第二分曲线 第二分曲线以上提升到水平线90度的时候 将其固定 提升的时候 请注意不要超出水平线 这就是侧发区的最终发术 侧发区剪裁完毕 为了能够体现出柔和的线条 剪刀应尽可能的纵向插入使用 另一半边侧发区也采用同样的修剪方法 为了令左右部分对应的长度相一致 接着需对角度和关键部位头发的长度进行检查确认 为此重要的是左右侧应该取对称状的发片线 要想将头发剪切成长短不齐的形状 剪刀应该从与发烧流向成20度以下角度插入发尖使用 角度拉得过大的话 线条也会变得很生硬 运用剪刀时为了保持其稳定感 请利用无明指撑起剪刀 对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夹持的发术 采用拉剪法并对剪刀进行相应的开关操作 发术的拉出方向与剪切口之间全部都是成平行状态 至此侧发区已经剪裁完毕 Point 注意提升高度应适宜 不要令轮廓显得有些厚重 后脑区的发源线也是以一根手指的长度为基准 后脑区的发源线 后脑区的发源线也是以一根手指的长度为基准进行裁剪 后脑区的第二发术 结合侧发区的提升将其慢慢的提起来 第三发术 令持有发术的发片逐步的发生纵向到横向的变化 透过发生横向变化 可以令中区不会残留有重量感 第四发术 为了令剪切出的线条彰显出柔和感 剪刀应该尽可能地与剪切线间呈纵向插入使用 第四发术 第四发术 第五发术 适当提升 提升此部分的头发 令其能够与侧发区所要体现出的轻盈感相协调 第六发术 第六发术 头顶上方几乎都是水平拉出 除此之外 不再做任何的 提升处理 这就是后脑区的最终发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侧发区 侧发区剪裁完毕 POD 侧发区的重量 要与后脑区的重量保持协调感 另一边的侧发区也采用同样的剪裁方法 就完成了 适当颂灰版 Shen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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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上前额区的正中线 设定顶部的正中线时 应该考虑到最终剪裁后的外形轮廓 大层次方面应该体现出的是相同的层次感 顶部也是用剪刀纵向插入裁剪方法来修剪 这样能够体现出柔和的动感的效果 侧发区的大层次是从ET1侧中主线开始体现的 以正中线为基准 结合头部的圆形构造 上侧发区要修剪出相同的大层次感 接着向前额区方向进行剪裁 另一半的侧发区也同样是要结合头部的圆形构造 削剪出相同的大层次 到前额区的这段期间都要剪切成参姿不齐的效果 POD 大层次和小层次衔接 部分的角度不要取得过大 后脑区的大层次设定 Duha BiA F 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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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切的时候要考虑后脑区的轮廓 注意不要剪得过短 然后从后脑区起向侧发区处过度衔接 另一处的后脑区也要同样的进行剪裁 基本形状的层次剪出来以后 再从下往上做简短的处理 剪去外围线上突起的不需要的部分 将头梳理成圆形 观察总体的轮廓 确定重量线 然后再向着重量线的方向进行粗剪 粗剪的意思 主要是要把不需要的长发剪短 调整层次 剪成发型的初步轮廓 剪发的时候 剪刀和梳子会同步进行动作 注意太阳穴部分的头发不要留得太长 剪发的时候 要注意控制梳子的稳定感和剪刀的开关速度 从侧发区面逐步地向后脑区方向过度衔接 后脑区的剪发方法相同 只是后中区不要剪短到较高的位置 重量线要呈现V字形的线条 考虑最终要勾勒出的发型的轮廓 对梳子的角度实行适当的控制 梳子的设置 要能够与基本型层次修剪时 所取得的发片相一致 另一边的发区也要进行同样的小剪 立合剪刀时 要令其能够横向拉出进行修剪 同时要令剪刀不会出现纵向的不稳定性 朝向重量线方向运用梳子 剪剪时 要能够自然地展露出与大层次间衔接部分的重量线 粗剪完成以后进入精简加工 梳子使用细号型的梳子 开关剪刀时 要令不动震能够稳定在梳尺的根部 另外梳子向上的速率要慢些 而剪刀的开关动作则要快些 两者要实施有机的配合 否则将无法剪裁出亮丽的外形轮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注意后中区的重量线不要设置的太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思愿者 李宗盛 正确议 李宗盛 рал, silicone cob 这些姿势是要弯下腰,视线朝下。 耳朵周边等不易下剪的部分,也要采取该姿势。 另一边的侧面区也要同样的剪法。 施发状态下,约要削减完成九层左右,剩下的一层则要在吹干以后再进行修剪, 特别是应该检查确认切面及其大层刺箱衔接的部分,在湿发状态下和吹干以后所发生的变化。 Point 从前后左右各个方向确认切面。 施发状态下剪切完毕以后,将整个头发吹干,再进行精修。 注意,太阳穴的部位不要留有一定的厚度。 梳子的放置,要与能够与基本形层次修剪的时候所取得的发片线相协调。 请注意,与大层次连接的部分,注意不要把角度拉得太大。 至此,整个头发处于剪裁完毕的状态。 前刘海要修剪的稍微短些,呈V字形。 设计重量性